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周末愉快 那麼台北股市啊 今天這個加權指數 再創歷史新高 感覺上很容易 對不對 本來兩萬點覺得是 遙不可及 再加上一堆空頭大老書 每天助衰 沒辦法 就一直創新高 大概會漲到什麼時候 我相信大家會問老船長 對不對 我直接告訴各位一個偏方 老船長 飯可以亂吃話不能亂講 這股票市場 這個分析師還有什麼偏方的 呦 你看到空頭老書們 因為不只一個空頭老書嘛 他們通通翻多了 翻多你聽得懂吧 就跟你講要崩盤崩盤 溫系也做多 溫死要做空 結果突然間呢 他說他要做多了 懂嗎 或者是怎麼樣 讓人消失不見了 節目停掉了 去避風頭了 那就表示這個盤 尤其是他們一旦翻多 這個盤就會往下栽了 懂不懂 因為內心的那種壓力 到達一個極限 同顧老師上節目都有成本的 你知道那個成本非常貴 你收不到會員的情況之下 對不對 為了五斗米而折腰 就甚至公司跟他講 你不要再講空了 你給我講多 各位懂嗎 所以說我在投顧業這麼多年 每一次這樣嘎死嘎上去的時候 我只要看到 連最後一個投顧老書放空的都投降了 那就知道這個盤大概要大跌了 明白嗎 這個叫做偏方 準不準呢 過去幾十年都準了 這一次我相信也是準 懂嗎 那我從專業的角度跟各位報告 我認為這個盤會漲到什麼地方 我認為它很有可能 兩萬點再往上走一層 就是兩萬二 那這個時間要很長 有沒有這個機會 我認為有 我不是隨便亂講的 你看美國的選舉在11月 對不對 要在一個老頭子 腦袋不清楚 還有一個瘋子 這兩個裡面選一個 當全世界最偉大的總統 權力最大的總統 其實說起來也是蠻可笑的 美國兩三億的人口 找不出來比他們兩個優秀的嗎 多得去啦 對不對 所以說民主都鬼扯淡了 選賢與能 那你把賢的推出來啊 對不對 拜登現在有時候東南西北 都搞不清楚方向 還要再繼續推他嗎 共和黨 沒有民主黨現在看起來還是要推他 對不對 那個川普已經敗過一次了 還要再來 所以我覺得我從來不覺得 現在全世界的民主制度 是真的民主制度 民主制度是人有投票權沒有錯 人民有投票權嘛 對不對 不像共產國家沒有投票權 有投也是假的嘛 是不是 但是呢 要選賢啊 我們國小讀的課本就寫要選賢 選真正優秀出來的候選人 但是以現在的制度 還有整個政黨的結構 是沒有辦法推出真正優秀的人啊 大多數的時間啊 不然你想想看歷屆的這些 你看看是不是一塌糊塗 回想起來 對不對 好 當然是題外話 我主要講的就是 美國11月的大選 總統大選 會牽動著美國股市 那拜登大概選不上 那如果美國股市再大跌的話 根本就連選都不用選 可能會提前被換掉 所以美國股市也不大怎麼樣會死 相對的他也會怎麼樣 可能會頻頻創新高 所以我們一樣會維持大多頭的格局 那我測標為什麼寫說 台北這個台北股市 現在這個指數 你每天盯著指數做股票 那你就豬腦袋 我現在就問你是嗎 老三長好像是喔 我們已經看那個指數好可怕 兩萬點了對不對 往上衝喔 然後一下子又掉下來 你看今天啊 有沒有 哇往上衝突然往下殺啊 是不是導播 往上衝啊 又往上 往下殺 這個散戶看了怕得要死啊 那完了這個盤就到這邊了 再創歷史新高 台北股市結束了 從今以後就要開始走入空頭了 對空你老私 又上來了 所以最近做指數的我私底下了解的 你只要花了錢參加 你只要花頭顧老師 你是操作台子旗的 甚至選擇權輸得一塌糊塗啊 都在胡說八道啊 我不相信有人這麼厲害 哇早上這個地方啊對不對 這邊要知道要做空 然後這邊補了再做多 沒有這種頭顧老師的啦 不要騙我啦 都在拆啦 然後他們都很賊啊 設30點停損啊 還叫你自己設停損30點 你上班還要偷偷拿手機有沒有 然後在那邊操作 是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說 不要再去做那些台子旗啊 你自己丟銅板都比你的老師要準 你信不信 那這一波你看死多少人 很多頭顧老師本來在講指數都不敢講 為什麼 一天之內啊 常常被雙八啊 因為最近高檔指數震盪一定是比較大 所以搞了投資人會覺得 我這個地方要進場買嗎 萬一我成為最後一隻老鼠 那這些投資人都是腦袋不清楚 好不好 指數之所以今天再創歷史新高 是某一些權重的股票 或是ETF 對不對 或甚至最近金融股要慢慢往上走 把這指數帶上去的 那絕大多數的股票 都怎麼樣 沒有來到歷史新高的這個位階 有沒有 絕大多數的都沒有 聽得懂 不要二百五每天 這個地方高了不能夠做股票 神經病你是做指數還是做股票 你都搞不清楚 你還要來這邊幹什麼 對不對 老船長 你這樣講完 我們就知道要怎麼做 對以後就是指數放兩邊 股票擺中間 你就專心的做股票 你不用怕這個盤不會死的啦 現在就是大多頭 我已經跟你講了 買保險買到11月份 美國總統選舉的那前後 你才要小心 那有一個例外我先講在旁邊 就是萬一發生戰爭啦 我所謂戰爭 現在就已經有戰爭了 只是說這個戰爭萬一引爆核彈 因為這個北約要聯合起來 要打俄羅斯的話 那俄羅斯的核彈 他們一個死守系統也會 已經都已經設定好 就隨時就發射了 懂嗎 那這時候就沒辦法 那全世界一起掛 這個之外 那有一個美國大選在那邊 hold住 明白了嗎 那至於說 你從去年第四季好了 甚至更久以前 就聽有人跟你講說 這個盤要大跌怎麼樣 你現在想想是不是鬼故事啊 是不是胡說八道啊 是嘛對不對 但是還是很多人相信 每天還是很多人收看 還按讚 所以我跟你講 古事豬腦袋神經病一大堆啦 各位明白意思吧 那你是咎由自取啊 你要跟趨勢對坐 或是你把眼睛遮起來 你不相信你所看到的事實 你一定會走向歸零高之路 然後你不要去怨任何人 對不對 像我今天看那個新聞 一個教授 大學教授退休了 現在大概七十歲 被詐騙集團騙了怎麼樣 一千七百萬 然後呢 又叫他拿一千萬出來 那這次車手被警方逮個正早 各位觀眾 大學教授是什麼樣的文憑啊 博士啊最起碼 對不對 對不對 而且是智商知識這麼高的 到了七十歲 被這些詐騙集團可能書都沒有什麼唸的 騙得團團轉 所以股票市場也是一樣 只要扯到錢 很多人的心喔 就被魔鬼占據了 對不對 天底下有那麼好的事情嗎 各位觀眾 對不對 就像今天掌軍工 馬上就有人講軍工 他的會員絕對沒有買 有也是買漲停的 譬如說8033 雷虎 雷虎好不好 好不好 好個鬼啊 去年賺鴨蛋的公司啊 賺鴨蛋聽得懂吧 他今天為什麼漲 我告訴你 四個字 叫做跌升反彈 各位 雷虎今天漲是因為跌升反彈 講完了 公司一毛錢都沒有賺嘛 我不會帶會員去買這種股票 我更不會拿出來表演 如果你的老師有帶你買漲停的 你就知道你未來就是走向 歸零高之路 如果你沒有買的話 在那邊吹牛吹半天 那你就是豬腦袋啊 對不對 他就這樣糟蹋你啊 這樣明白意思嗎 我告訴你雷虎不好 寶一也不好 全市場只有我講他不好 這都是跌升反彈啊 聽得懂吧 這也是跌升反彈 千萬不要去追 軍工股 軍工股啊 閉著眼睛要買也不是買 雷老虎跟保育總隊啊 對不對 要買是買誰 買這個超級機優的啊 人家賺錢賺番啊 八冠啊 對不對 看清楚啊 7.52 你的雷老虎跟保育總隊啊 怎麼跟他比啊 叉叉比雞腿啊 分析師要正派啊 帶貨員要買這一種 他是不是軍工股 小朋友我已經講到都知道 他就是軍工股啊 軍工這兩個字請導播照鏡 你看不懂嗎 打仗的時候要不要醫療 要 他是高端的醫療 要不要航太 要 他也是 打仗要不要救生 都是啦 戶外的打仗現在 在外面打仗其實都要用 他是標標準準的軍工股 而且是唯一最賺錢的軍工股 你要講題材 他不會輸給什麼雷老虎 那個保育總隊啊 對不對 分析師 高下立判 我們是正派的 我們分析的是正派的 去年大賺 前年大賺7塊多的 八冠 對不對 但是呢 市場上還是有很多人 跑去買雷虎啊 跑去買保育啊 其下場呢 很簡單嘛 我就給你看啦 他的下場是什麼 就是這樣嘛 C 今天漲停又怎麼樣 這個彈完還要往下走的 你以為 我們看多了啦 公司賺壓彈 你反彈 然後呢 誰要去接手啊 好的話會這樣嗎 各位觀眾 好的話會這樣嗎 是不是 那順便一提 昨天是八冠的除息日 那我之前說他配六塊 是一塊錢股票鼓勵 還沒有配 他先配五塊錢的現金鼓勵 昨天是除息 那麼除息之後會怎麼樣 我下半段節目回來 再跟各位報告分析 導播 忙忙 忙忙 忙忙谷海 零八零零零 零八零零 零八零零零零 五五五 零八 08005580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好 那么配五块钱的话 它前天从140块收盘 那配五块钱 所以昨天平盘价是135 对不对 我们看看今天它收多少 今天收134 换句话说小跌一块钱 各位听得懂吗 那它会不会填息呢 当然我们用脚趾头 想这个问题就好了 它前年超好 去年超棒 今年不会输给前两年 听得懂吗 现在的战争是如火如荼啊 它做的东西到这个战场上 非常需要 各位懂意思吧 所以当我们讲到军功 讲到战争的时候 我不会去讲什么蕾虎 我也不会去讲什么宝衣 各位了解意思吧 你们两个真的好 一个宝衣赚多少钱 给各位看一下 赚多少钱 去年一块钱都没有赚到 一块钱都没有赚到 雷虎是亏损赚鸭蛋 一个是亏损 一个是一块钱都没赚到 我讲这种股票干什么 对不对 军功投资谁比较好 当然是这个 有眼睛会看嘛 7.52 那为什么我说它一定会填息 因为超级机优 我在股市多少年了 从大学时代算到现在几十年了 我没有看过机优股没有填息的 不可能 当然啦 你说公司本来机优 变不机优了 那当然啦 对不对 以前宏达店很机优啊 后来呢 每年都亏啊 是不是 但是八冠不一样 它今年不会输给去年 前年7.34 去年7.52 今年我们不要说 我们也7块多就好了 所以一定会填息的嘛 懂吗 那它的这个殖利率 超过4%嘛 对不对 像这样的股票 分析师要跟大家分享 就今天市场上 哇歌功颂德雷虎 快笑死了 雷虎好在哪里啦 亏损公司有什么好的啊 那分析师都在讲亏损公司就好 让人家认认真真工作 对不对 好好经营的公司赚那么多钱 就因为它今天没有涨停板 分析师就不讲了 对不对 不过你放心了 你当你看到八冠 甚至它创历史新高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一个故事 叫做龟兔赛跑 股票市场很多的人 每天在换股票 尤其是投顾老师啊 像今天雷虎 低跟涨停 昨天全市场没有人讲雷虎啊 我就戳破他们的谎言啊 昨天雷虎在这里啊 那么在昨天过去的这段时间 没有任何一个分析师敢讲雷虎啊 好像这只股票不存在 今天大家讲雷虎啊 为什么 涨停锁啊 那你的老师什么时候买的 你告诉我 什么时候买 就是这一天嘛 早上嘛 要拉涨停板赶快买进去嘛 然后上节目要表演啊 你有没有觉得你很可悲啊 你参加台湾的投顾老师 被人家当猪脑袋在耍 对不对 明天雷虎如果大跌的话 又没有人讲 一个股票 它如果是涨波段的 它不是一天耶 要涨30% 50% 那个时间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台湾的投顾老师不用 他突然间就拿一支股票 他跟你讲这支股票赚了80% 赚了200% 他会员有 你信吗 那只有一招嘛 对不对 就是说他有200档股票嘛 这200档里面 只要有涨的都是他的嘛 因为有的是两三年前 他就说他买的嘛 那时候你还没参加他会员 你也不知道啊 就这样骗啊 你们懂不懂 这可能是以前 很早以前的会员买的 对 人家会期早就到了啦 明白吗 各种骗数啊 所以我说台湾的投顾业是怎么样 诈骗的天堂 不为过啦 哪一个人敢反驳我的 我就带他看每一个投顾老师的节目 几乎啦 没有包括我 所以叫几乎嘛 都是永远大赚 天天涨停 奇怪 我怎么没有看到检调单位在办 也没看到主管机关在罚 就很奇怪啊 所以才造成这么多 肆无忌惮的投顾老师在骗嘛 对不对 我这样骗又可以赚到很多会费 收很多中老代会员 我为什么不骗 如果不骗的话我就不会讲了 我就不懂股票啊 对不对 这股票要涨很辛苦 要经过洗盘啊 人家就不参加会员啊 对不对 就是这样恶性循环 倒霉的是谁 来 我来问一句话 最后倒大霉的是谁 不就你们这些人吗 对不对 一样啊 指数从16,000说要崩盘没有 17,000没崩 18,000也没崩 说19,000要崩 19,000没有崩 200,000又没有崩 要再上去 再上去他告诉你 接下来要开始崩了 要开始空了 奇怪 16,000也叫你空 17,000叫你空 18,000叫你空 那永远有一天讲对 要不要涨到两万两千 两万三千点的时候 第二他说他现在空大转 这种很奇怪 而且很明显 除非你瞎了 我讲的不好听一点 都看得出来啊 在台湾啊 没事 你可以一直讲 一直骗 一直凹 这样各位懂意思吧 最后倒霉就是你们这些观众 为什么 因为你们不懂得采取法律行动 你们甚至也不会跟金管会举报啊 算了 我再换一个老师好了 这个老师骗 没关系 我看那个应该不会骗 参加 你参加嘛 你每个都参加 我告诉你 几乎都骗了 我敢这样讲啊 不然 秦连的老师讲啊 节目内容所言 说谎不实 个人愿意 自己愿意下十九成地狱 不得好死 请观世音菩萨作证 全国 我已经发了十几年这样的毒誓 就只要我自己死哦 跟你们没有关哦 哪一个敢 你告诉我 敢我立刻退出头顾业 我讲十几年没一个敢啊 对不对 或是跟着我到陈王爷 面前跪下来 然后两个当场发誓 上节目说谎 骗会员的 不得好死 敢不敢不敢 我敢 我随时你们找我去 我都敢 为什么 我就是不骗啊 我有什么好怕的 对不对 那龟兔赛跑 我刚刚讲到一半 就是说 最后大家都知道 乌龟赢了 那这是一个预言故事 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你要做事情你要脚踏实地 一步一脚印 投资股票也是啊 你不要看那些投顾老师用骗人来 金钱掌钱名钱掌钱好容易哦 都是骗 骗 骗假的还不容易吗 你叫你的小孩子上来坐在这边 都要照着稿子骗 他们都印好一堆资料 上面都是骗啊 甚至都助理帮他写好 老师你上去就照着念 骗就好 说你有这档这档这档 对不对 投顾公司你们电话打进去 人家自然对不对 水来吐烟嘛 人家自然有办法 而且再把你扒一层皮 你再交八十万了 我帮你换到环状雷射云顶会员就可以了 对 成为大猪脑袋 明白吗 那乌龟最后赢了兔子 就是要告诉我们 你要开大门走正路 并不是真的乌龟可以跑赢兔子 你要听得懂这个意思 好不好 用这个预言故事从小要告诉我们 要脚踏实地 做股票也是一样 你看 我一直跟你们说 八冠它就是一步一脚印嘛 这个不是掉下来 这是除息 懂不懂 掉下来技术现行就不好了 给你看一档股票叫2603 有没有 长龙这不是掉下来吗 减资啊 除息啊 这也是除息 除息它不配70块吗 照样啊 好股票照样会有这一段 照理来讲 你看技术分析 这一定很烂嘛 什么MACD 什么指标都到最低点去了 对不对 不能买啊 是不是空方啊 照样上去 所以有除息的 你要电脑还原全值 再去看它的技术分析 各位明白意思吧 现在世界上都在打仗如火如荼 军工股是要出头天 但是呢 我个人坚持就是要 真正有EPS的 有基本面的 不是只有题材的 那首推就是怎样 八贯嘛 对不对 那主力在 主力也很奇怪 他参加除息 昨天又把它卖掉 也不知道为什么 头壳坏掉 那你要卖你就除息钱 你就卖嘛 你买了那么多 还要课税 参加除息要课税的 所以我说那主力是250 你知道吗 他到底懂不懂股票 还是在那边胡搞瞎搞的 没关系 那些主力等于是大的幅额 洗掉之后 筹码更干净 你看他今天 1342今天很干净 非常干净 涨两块 对不要急 他一定有喷出的时候 为什么 好的股票一定会出头 就像好人终究会被人家发现 是一样的道理 对不对 坏人很容易就被发现了 每天你看电视打开来里面 哇这个枪击药犯什么 对不对 做坏事的警察抓 所以每天都这种新闻 坏人真的比较容易被人家发现 默默在做善事的那种 比较不容易发现 股票市场也是一样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大门走正路 不要去买一些投机的股票 那个摔下来都很惨 像6547 对不对 这个股票 在选举完的时候 我说叫你们小心 1月份选完了 我说你们要小心 到未来如果成立这个特征组的话 它会摔死 有没有 结果1月选完以后就开始暴跌 我在这个地方就提醒大家了 那在之前我就说这种股票是赚鸭蛋公司 有没有 都炒作的 千万不要去买 全投顾业只有我 会坐在这个地方跟你们讲 我是站在你们这一边的 你如果搞不清楚就算了 你的人生也完了 你连谁站在这边 开大门走正路的投顾好事 你都不知道是谁 那如果认为我是的 帮我按个赞 那你觉得我值得你信赖 打电话来把手续办好 跟着我一起操作 我讲完了 对不对 我带你买好的股票 时间久你就知道 你赚的是最多的 你参加那种天天大赚 永远涨停的 我给你保证 你一定会怎么样 走向归零高之路 再去工作1、2、3、4、5、6年 再回来 不信邪 现在已经看我节目 已经很多人已经破产了 为什么 就是参加这些骗子 对不对 记得这支股票八贯 现在不要看指数数的股票 找不到好股票 这个就是很棒的一个标的 要跟我操作人 打电话进来就可以了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霸 includes资格格 高与帮 destination